你好 欢迎收看5月1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有限议员周俊佑及花莲东南福伦社长林金胜 协助圆节圆建大和执犯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吴志贤 11号下午在县府大礼堂推动圆建填来列车 为花莲县若是听力障碍者捐500部圆建专业主听器 县长徐真伟特别感谢福伦社的爱心 协助听障者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 听见爱的心声圆建捐赠助听器 仪式5月11号下午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这次有限颜周俊佑及花莲东南福伦社社长林金胜的协助 联结圆建大纸板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吴志贤 推动的圆建填来列车活动 在于学习上面以及老人家的一些助听上面 未来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空间 让这些人在于就读或是学习或是听力 像刚才我们的资金长也讲的 我们先看看那些LINE的连结 或者是一些WIFI的连结 以及我们看剧都会影响到 让他们会更有机会听到更好的失误 更好的声音 感谢我们的张总召 以及我们续学议员 我们的东社议员 还有我们的张美慧的助理 以及我们的杨华美的助理 在这边一起为这个天爱听到爱的声音 做一个见证 在此感谢各位 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 谢谢这个议员 现在许正会相当感谢 华人东南普人社的议举 同时会把这500部的注定器 先赠送给中低收入户的听障者 所以在这里 我们今年会从这个中低收入户的部分 会先从中低收入的部分 请他们优先来登记 来这个申请在9月份前之后 还有300部 我们再慢慢来开放 但是连结这个爱的桥梁 未来有赖于我们所有的社友们 以及赖于我们所有的议员 还有我们村里影响人 因为要把这个我们需要的相亲 受到听障障碍的相亲 能够把他们找出来 能够到我们原件的这个地址上面 去做一些这个检测 来配戴 原件大和资源公司 近年来研发各式注定器 获得国家发明创新奖的肯定 有效改善使用者的生活品质 现在许正会表示 透过这次的原件天籁列车的仪式 是希望透过捐赠以及听力筛减 唤起民众对听力的重视 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加便利性 记得喜欢幻想不到